王朝末年群雄并起天下歌剧 不仅圣灵涂炭 也让这些个末代皇帝们是饱尝心酸 相对于风光无限的开国皇帝 这末代帝王的下场 要么被全臣或新军所杀 要么被幽军致死 要得以善终 可谓是难上加难 不过这天爹的事总有例外 这汉先帝九岁登基坐殿 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 忍耐包容与隐忍 把一个原本被外戚和宦官祸害的千疮百孔的东汉政权 生生的多扛了25年 最终顺应天意 将皇位善然给了曹丕退出历史舞台 保全了宗族血脉 玄乎济世 生前身后能受到如此高荣誉的人 也是绝无仅有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亡国之君的汉先帝 历史200年的东汉王朝 由刘秀一手开创 不过接手是一个烂摊子 尤其东汉世界 外戚掌权的问题是尤为的严重 困扰历代皇帝 这小皇帝能够登基坐殿 通常需要依靠太后外戚的势力 小皇帝长大之后 又需要仰仗宦官的势力来夺权 这无形当中就卫大了朝中的两大势力 外戚与宦官 这两股势力是交替专权 霍乱朝政 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 曾在长书中提到 这各方势力想掌握更多的权力 就为小皇帝多尽限美人 也由皇帝是纵欲行乐 少接受朝堂政事 咒则以纯酒淋起骨髓 亦则防止输其血气 自愈太早 或同儒而善气 或疾病而构精 精气薄厄血脉不充 你想啊 这么白天晚上的轮番轰炸 再好的身子骨也扛不住 更别说那些个未成年就昏沛的皇帝 所生子女也就更加的柔弱多病 如此是弱弱相传 所以东汉皇帝普遍的命短 这十二个皇帝当中 能活到四十岁以上的 仅仅只有三位 到了汉先帝刘邪 按皇位继承来说 这刘邪并非嫡长子 而是王美人所生 只不过和皇后的长子刘邪 不受汉灵帝所宠爱 要说起这个和皇后出身社会底层 但是却生性强悍妒忌 仗着自己的哥哥何信是朝中大将 自己是横行后宫 而且与汉灵帝的关系也不融洽 虽然自己高居皇后之位 可是论才华相貌与出身名门 知书达理的王美人相差甚远 王美人也深知和皇后妒忌心重 手段毒辣 自己平常也是处处小心 避其锋芒 有一天 王美人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心中忌惮和皇后的淫威 所以就偷偷喝下了剁胎药打算打掉这个孩子 可是几副药喝了下去 胎儿仍旧是溃然不动 再次之后 王美人经常梦到自己背负太阳行走 他认为这是祥瑞之招 也就再也没有动过打掉胎儿的念头 反而尽全力想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 当得知王美人平安诞下了刘邪 这样和皇后心生忌恨 生怕着王美人仗着自己的儿子跟自己争宠 同时也害怕自己儿子流变的地位受到动摇 于是就堵死了王美人 为了防止刘邪惨遭毒手 汉良帝便将刘邪交给了自己的母亲董太后来抚养 说起刘邪 自有天资聪颖 十分的聪慧 对师叔礼教烂书于胸 小小的年龄 谈吐气度是非同一般 为此也深得董太后的宠爱 与此同时 汉灵帝认为长子流变 轻薄无威仪 想要费掌利诱 可是又惧怕何皇后的外戚势力 立太子之事是一拖再拖 举其不定 这一年33岁的汉灵帝病入膏肓 朝中大臣们纷纷上书 立权汉灵帝立长子流变为太子 可是在病态之上的汉灵帝临死前 把身边手握进军大权的太殿 简朔交到了身旁 把刘邪脱估给了简朔 让简朔想办法保护刘邪 做上皇位 这皇位之政 已经演变成了和皇后的外戚 与简朔的宦官之间的一场 血雨兴奉的权力斗争 双方的势力之下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一个年幼的皇帝 所能掌控的局面 第一回合 身为大将的和晋与妹妹和皇后 晋水楼台先得月 理应外合 率先重复拥立了自己的外甥 刘汴登上皇位 成为了汉少帝 并在日后与简朔的战争中将其诛杀 由于朝中宦官长期的专政 宦官的势力并没有因为简朔 一个人的死而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打击朝中的宦官势力 袁绍建议和晋的请外兵进京剿匪 可惜此事遭漏了风声 被宫内的宦官们得知了和晋的想法 最终假传太后圣旨召和晋入宫 密谋除掉了和晋 和晋因为自己的优柔寡断引来了杀身之祸 不过和晋因为围剿宦官势力 却将西北的大军阀董卓召回了洛阳 此举无疑是引狼入室 让原本风雨飘摇的东汉政权雪上加霜 而这边随着和晋被诛杀 朝中外戚与宦官势力是势同水火 和晋的部队杀入朝中 朝中是一片大乱 宦官们死着死逃着逃 为了自保 有些宦官干脆挟持刚登记的小皇帝刘便 以及刘邪逃出皇宫 最终被赶来的朝中大臣们给追回了 眼看着一场宫廷斗争尘埃落地 可没想到随着另一个人的入场 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当中 这个人便是董卓 刚巧护送小皇帝刘便和刘邪回共的大臣 和赶回洛阳的董卓撞了个满怀 董卓询问到小皇帝发生了什么事 成长在深宫后院未经世事的小皇帝刘便 这几天是惊魂未定 整个人都被吓傻了 眼见这位凶神恶煞般虎背熊腰 身披铠甲手握尝刀的董卓向自己问话 吓得是边哭便瑟瑟发抖 说不出一句整话来 此时年仅9岁的刘邪对董卓微微失礼说道 董将军一路辛苦 我是渤海王刘邪 把这几天宫廷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前前后后 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董卓对眼前这位只有9岁的刘邪印象颇深 这小小年龄临危不乱 颇有大将风范 此时朝堂之上 外戚与皇军两败俱伤 董卓正好是收拾残局 坐收渔翁之力 董卓左右朝廷考虑到 刘邪由董太后抚养长大 而自己也姓董 如果立刘邪 自己就可以以外戚身份控制皇帝 同时也能切断何太后等外戚势力 于是干脆废掉了汉少帝刘便 历9岁的刘邪做了皇帝 对于刘邪来说 虽然自己的父亲汉灵帝本来就打算立自己为皇帝 现在说皇位也算是势而复得 不过一方面 董卓朝中独了大权 通过掌控天子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另一面 自己的皇位却是被董卓这样一位 专横跋扈的军阀扶持上位 这也引起了以元少为首的部分军阀的不满 也为日后忠兴汉氏设置了重重障障碍 虽然董卓力排众议费力皇帝 可此举却引来各地的周郡纷纷起兵 成立反董卓联盟讨伐董卓 为了自保 董卓决定迁都到离自己的势力中心更近的长安 在董卓的胁迫之下 年幼的汉县帝只好踏上了慢慢的迁都之路 被迫离开整个东汉的政治权力中心的洛阳 也让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控难上加难 甚至出现了权力争空 同时也大大的加剧了地方军阀的割据 从此拉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 来到长安的刘协 虽然周围是虎豹环似 不过董卓被王允和吕博所杀 朝中接受了董卓之乱 可没想到刘协此时又成为了董卓旧部李爵和郭四等地方军阀口中的唐僧仲 人人都希望通过这个罗难皇帝来壮大自己的势力 可谓是裁出龙坛又入虎穴 就在朝政大权走马登使的交替当中 地方势力的厮杀把这唐安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汉县帝本人熟度儒家经典 心底宽厚仁慈 来到长安之后也非常关注百姓的疾苦 公元194年 长安恰防大汉 城内饿死百姓无数 甚至发生了人吃人这样的人伦悲剧 汉县帝果断下令大臣侯文开仓救济灾民 可这放粮之后百姓死亡人数仍高居不下 当时年仅14岁的汉县帝泄露出了过人的才智 汉县帝决定亲手查办此事 于是拿出了五生米五生豆子 在朝堂之上当着众人面熬粥做实验 从样本计算出每人放粮应该能救济多少灾民 让侯文知道刘协的能力不敢中饱私囊 刘协清醒的认识到要重新树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控 就必须要回到中原 重回中原之路 却因为受到了董卓的旧部不断的骚扰与阻碍 步履维艰 不过小皇帝刘协却没有轻易的放弃中兴汉士的想法 成为任人摆布的傀儡 在东归中原的路上 前有重重险阻 后有追兵 刘协和皇室家眷是四处逃弹 非常的落魄 在三国志董卓传里描述到 汉县帝一路几乎以要饭度日十分的窘迫 就在刘协最落魄的时候 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出现了 这一年16岁的刘协 被识人的衍州刺士曹操迎接入住洛阳 接受了逃亡的生活 随着汉县帝的回归中原 之前因为反对董卓专权 在中原地区曾经呼风唤雨 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 却也随着汉县帝的归来 纷纷面临一个难题 那就是如何处理与汉县帝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对汉县帝的归来的态度 成为了当时军阀 是否真心归顺汉史的一条分水里 此时曹操抢在了众人之前 将汉县帝迎回了自己的领地 并最终帮助汉县帝定不许长 有了曹操的保驾护航 刘协告别了颠沛流离 师不果父的生活 这日子也算是安定下来了 落脚中原之后 汉县帝开始依托重新整合国家 慢慢恢复国家秩序 消除地方割据势力 由于汉县帝手中并无军队 也只能借助军阀的力量 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 于是向曹操和孙策 就成为了朝廷可以借助的力量 有了汉县帝的加持 在曹操的奉天子 已经不沉的口号之下 各路诸侯的互相征伐 也日渐的平息下来 随着曹操在一场场的战役中 取得胜利 曹操与汉县帝之间的势力 也在此消彼长 曹操在朝中的事务和活动范围 也在不断的扩大 这一切 汉县帝周围的大臣们 也都看在眼里 特别是朝廷内 大小事业曹操军一手掌管 让汉县帝周围的群臣 与曹操的矛盾日益增长 双方阵营的摩擦不断 有一些人便打着汉县帝的旗号 来反对曹操 董成便是其中的一位 董成与曹操的矛盾 可谓是由来已久 董成曾保护汉县帝东归 不过董成就曾经强烈的反对曹操 东营汉县帝甚至派兵 阻击曹操 于是在公元200年春天 官渡之战爆发前 爆发了董成案 董成密谋杀害曹操失败 雷厉风行的曹操 把涉案的董成 董贵人等全部驻杀 后来汉县帝的福皇后 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让他想办法除掉曹操 结果自然也是失败 此时的汉县帝再三考量 为了早日恢复国家的统一 并没有意气用事与曹操决裂 否则一统汉式的愿望 也会富足东流 在汉县帝的眼里 只有曹操才有能力和实力 帮助自己完成国家统一 如果支持曹操 汉县帝必然要做出让步和牺牲 不过历史会向着 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 最终汉县帝选择了隐忍和退让 以天下大局为重 曹操也相继征讨南阳郡 申请吕布收降张辽 又拿下了徐州 随后又收复了河内郡 控制黄河以北范围 淮河一南 尽收曹操之手 一样当时的东汉 从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林立 实现了北方和东南等地的逐步统一 可是事实难料 随着65岁的曹操在洛阳去世 曹操和汉县帝的组合 也失去了着力点 曹操麾下的 几经整合的军队出现了滑边 可能面临土崩瓦解导致国家的轻腹 汉县帝面临曹石集团内部出现的急转之下的危机 并没有承认之危 夺取权力 相反 汉县帝再一次展现了惊人的政治胸怀 为了避免军阀割据的局面重新出现 避免百姓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中 汉县帝将自己的权力善让给曹操 通过权力的交接控制住社会的动荡 曹操一对汉县帝能够舍弃自己的皇位 保全大局的勇气是敬佩有加 于是封刘邪为山羊宫 并给予极高的礼遇 在自己的封地内仍旧可以保留汉室的服饰 保留自己的年号和历法 可以用天子的礼仪来祭天 可以有自己的祖先牌位 并且依旧享受帝王待遇 两个政权就这样平稳的过渡了 退位的刘邪也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 自己是一心只为天下苍生 刘邪用自己在皇宫中所学的医术 玄乎济世解救病痛中的百姓 刘邪从云台山上挖下来的中草药从不收费 扎针爱揪拔罐刮沙对百姓也是纷纷不取 老百姓们把这个习惯也变成了习俗 如今的交作民间还遵守着中草药可奢可欠 针灸拔罐从不收费的习惯 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终要不还价 针灸不要钱的由来 在山阳郡这一带 百姓们亲切的称呼刘邪为达 直到现在河南交作乡村的百姓们 把这个达字作为对父亲的一种尊称 直到汉县帝去世 仍旧按照天子的规格进行了安葬 为明帝亲自穿上丧服为汉县帝发丧 嗜好为汉效谢皇帝 现在事法当中是聪明睿智的意思 在天下动荡民不聊胜的王朝末世 面对权臣与地方军阀割据 能够始终心怀天下 为了苍生尽人事而知天命 能有如此大的政治心怀 汉县帝虽然是末代皇帝 但是其政治贡献却不输给任何一个盛世皇帝 好了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